众所周知,在冷战时期,美苏两国对于第三代战斗机也有相互的竞争,比如米格29的主要竞争对手是F-16战斗机,而F-27战斗机的主要竞争对手则是美国的F-15重型战斗机。 一般而言,苏联的飞机在系统布局的设计和飞行的性能方面都占据了优势,然而在冷战时期的几次局部战争,包括冷战后的几次战争中,所知第三代战斗机可谓是全面的败下阵来,导致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。 经过现在的诸多分析,大多认为是苏联战机在航天、雷达系统上的落后组织。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管辉一下,看看米格29,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苏联第三代战斗机,其座舱系统究竟是什么水平? 米格到29战斗机的座舱视野尽管相对于其他型号的米格战机座舱进步不小,但相比于它的主要作战对手, 也是外貌上主要竞争对手。F-16战斗机的无边框气泡式座舱来讲,还是落后很多。 为了保证飞机在总体上的流畅,米格零下29战斗机的座舱,相对F-16战斗机而言,相对高度较低,再加上厚金属座舱盖边框, 据使飞行员的两侧视野,相比较F-16战斗机来说,有很大差距,飞行员只能看到两水平方向以上的地方, 而后向视野基本没有,静靠前锋大边框上的三个狭小的后视镜来弥补。 但这小小的后视镜,除了在主乘密集边队时观察两极间巨外,几乎毫无作用, 而F-16飞行员在座舱中回头时,不仅能够看到机尾, 甚至能看到加厉时发动机尾盆口喷出的火焰。 米格-29的座舱系统的综合化水平,也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战绩, 甚至,有些地方还达不到60年代每至第二代战绩F-14的水平。 米格-29座舱内部的飞行仪表,仪然是常规机械仪表, 右上角的单色度功能显示器,可以显示雷达和红外系统的信号模型。 各种开关按键杂乱无章的分布在座舱四周,操作控制结构复杂繁琐, 不符合人体工程学。 再看看米格-29A的操纵杆和油门杆, 它们是飞行员操作时主要使用的两个关键工具。 米格-29的操纵杆相当长, 顶端与飞行员坐姿时的胸部齐平, 这意味着飞行员要用较大的力气拉杆。 此外握杆时无法将手肘放在大腿上休息, 对强航式飞行不力。 米格-29的操纵杆上虽然也像西方战机的操纵杆类一样, 配置有机炮射击,应急自动驾驶一段开, 配屏,恢复水平飞行, SRZ-15应达机信号发送, 雷达导弹控制等多, 各按钮。 但是操作过于繁琐, 易勇曾经驾驶过该机型的一位东德飞行员的话来说, 动作繁琐, 在格斗中极易丢掉目标, 一是战机, 而在F-16上做同样的动作, 则只要看着显示器, 触动大拇指就可完成, 通过两者座舱之间的对比, 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他们之间的差距。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种结果的产生源于苏联的观念, 吉米格-29的坐舱布局, 保持着过去传统战机坐舱风格, 这样做飞行员比较熟悉坐舱环境, 容易上手, 缩短飞行训练时间, 其实不然, 真正的原因是俄国人真的没有用于制造, 能与希望近期型飞机相媲美的坐舱显示和系统综合化的计算机技术。 比如说, 当现如今俄国人也能做出类似的坐舱的时候, 他们马上就将其用于苏高35战斗机之上了, 而不是继续沿用落后的坐舱, 说什么容易训练之类的假话, 所以当然这种情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。 不过, 就当俄国人逐步掌握了先进的坐舱显示和操作系统的时候, 中美英报等国家已经在全球率先掌握了头盔鸟转距, 和头盔显示的更加先进的新衣, 带电子显示和火控技术, 俄罗斯人又一次在电子领域落后了, 也许这就是俄国人的宿命吧, 他们永远难以在电子领域取得优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